大家好,欢迎到Sys Mandarin 今天我们会再学一句中文 这句是第44句 这句话是李大钊说的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It means that he co-found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1921 在1921年 那这句话也是和时间有关系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最珍贵的是今天 最容易失掉的也是今天 好,那我会说一下比较重要的词 最 最就是the most 最好 the best 最冷 the coldest 最热 the hardest 最贵 the most expensive 最珍贵 珍贵 就是precious 珍贵 比如我可以说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 最珍贵的是今天 今天 今天就是today 今天 最珍贵的是今天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s today 最 最 the most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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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难 就是不难 for example 我可以说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件事情容易做 最容易失掉 失掉 就是to lose 失掉 没有了 最容易失掉的也是今天 也是 also 今天 好 最珍贵的是今天 最容易失掉的也是今天 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这句话 最珍贵的是今天 最容易失掉的也是今天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s today now and the easiest thing to lose is also today 这句话就是 让我们去珍惜时间 珍惜就是to value 珍惜今天 今天过去了 就过去了 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句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